嗨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成功做電子商貿的故事 大家一定聽過這個名字 就是Lego Lego 每個小朋友都接觸過 包括我自己 小時候都喜歡組裝Lego的職務 我記得自己小時候玩玩具的時候 就很喜歡拿著玩具 開疑一個故事出來 例如 記得玩Lego的時候 就是自己建好一間小屋 做個花園 然後可能就做一間學校 放一些朋友下去 一起上學在那裡玩 自己的對話都是自己設計的 可以玩幾個小時 自己和自己玩 完全是樂而忘返 我相信我們小時候每個都是這樣的 小朋友就是這麼有趣 女生就是玩小飯 模擬一個廚房 模擬買菜 模擬切菜 切肉 煮一頓飯 很搞笑 Lego這個故事值得分享 我們看看最近有一篇報導 關於他們的業績 資料來源 是Financial Times CNBC 那就是 這個Lego 落高積目 2020年上半年的銷售額 利潤都雙雙成長 比起其他玩具商 有些就關閉虧蝕 這一間丹麥公司 Lego是來自丹麥的 實現了三年來 是首次的這個雙位數的growth 雙位數成長 其實Lego 他真的做了一次成功的轉型做電子商貿 為什麼Lego會這麼滴起心肝去做這個電子商貿呢 是因為一件事發生的 兩年多前 美國玩具反斗城 這個賣玩具連鎖店 就宣布破產 這一件事 就 在他們的玩具界 就響起了警號 那為什麼一間 這麼老字號的 這個賣玩具的大品牌都要 面臨這個破產清盤結業的下場呢 當然就是因為 e-commerce發展得太強勢 令到很多傳統零售商 其實都敵不過 其實都是令人有點惋惜的 因為玩具反斗城呢 其實是 不止一間很普通的一間玩具店 它裡面呢 其實是可以令到很多小朋友在裡面 玩租一天都可以的 因為那些玩具呢 只在這裡做demo 你可以即場在那裡玩的 所以它也是有一個遊樂場的功能 沒有辦法 這個時而易世 大家都是要面對現實 所以呢 LEGO的CEO 就決定 一定要向電子商貿發展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都不妨去他的網站看看 那就去LEGO.com 那一去到他的首頁呢 其實他就有分了 大人還是小朋友 那他這個劃分呢 就不是說他有什麼不良資訊 一定要成年人 才可以進去看看 絕對不是這樣一回事 他是呢 分了一個兒童天地 就是小朋友的 大人那邊呢 就當然是 磅水啦 就是進去買東西的 那進去兒童天地呢 就其實呢 可以有遊戲玩啦 就是 有些電子的遊戲啦 那就有video啦 那我見到現在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玩LEGO 那些角色比較單一 少少的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款 但是現在 我再按進去 他們這個兒童世界這個 畫面那裡 哇真的 好多種角色啊 又有迪士尼系列 又有Batman系列 又有諸羅紀世界 哇 好多好多種 那裡面那些video呢 有 以LEGO造型的一些 類似卡通動畫 那也是有一些分享片的 就是有些人呢 將他的作品放上去 分享給大家 做教學都有的 那這個管理層透露呢 就是這個 分享教學的平台呢 就已經有900萬個用戶的啦 那是越來越多人 將他們的作品 是上載到這個平台的 那我覺得他這個 Kid Zone 就是 小朋友天地做得非常之好啦 那就是 現在的小朋友呢 都是在網上玩遊戲多的啦 那所以他索性呢 就把這個概念呢 就放上去 他們那個 e-commerce的 website那裏 那所以呢 那些小朋友玩得興奮的時候呢 就扭計啦 啊 爹地媽咪 啊 我想要這個 那呢 就可以 瞬間 就click 回出去 去回成人那邊 就即時購買 啦 影鎮厲害 這個策略 即是以往呢 如果在實體店的時候呢 那些家長 仍然有個 方法可以 擺脫這些小朋友 扭計的情況 那就是 跟那小朋友說呢 他一扭計 說要買那樣東西呢 就說 哎呀不行啦 那裡太多人排隊了 趕時間啦 下次先 那你知道啦 小朋友呢 其實 是在他眼前看得到 覺得好正 好好玩的時候呢 才好想買的 那一旦擺脫 離開了那個環境之後呢 就 過一陣 他就 他就 注意力就在第二度 就忘記了了 那但是現在不是喔 在網站那裏 玩得興起 要買就即時可以買的 就不用排隊的 那你說這招 厲害嗎 難怪他們最近業績 增長得這麼好 那好啦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啦 拜拜